大家好 每天一款实拍车 今天给大家聊一款个性小众的车型 广汽三菱一哥 为什么要聊这台车呢 我现在在广汽传奇的店里 当然也有广汽三菱的车型 那这个店里大部分车型都有人看 我也拍不上 所以只有这台一哥静静的一台车 在这个角落里面 那我也宠幸他一下 虽然说一哥从2018年上市到现在 可以说是不温不火 但是这台车其实有很多 有意思的设计在里面的 那我聊的这台车 它是一个中配车型 就是梦想版 它的官方售价是155800 而现在优惠3万多块钱 也就是说裸车价只要12万出头 前两自然采用了三菱最新的设计 但是这种分体式的风格 放到2020年 其实已经不算新颖了 侧面造型还是挺张扬的 尤其这个大角度的窗框 下眼的线条 从你这个侧45度看过去 好像有兰布基尼乌鲁斯的感觉 那轮圈是18英寸 配的是一个2255R18的 优科好码的静音省油胎 然后作为台中配车型 它前排是带510进入的 同时你看车门是全包边的设计 防止夏天您脏裤子 然后这台车 它定位是于 近炫跟欧兰德之间 然后车型长度是4米4左右 属于一个入门级的 几凑型SUV 精髓的设计都在这个车屁股 很少在量产车上看到 两个尾窗的设计了 中间被这个贯穿式的LED尾灯鼓 蓝腰折断 然后你看它点亮 还挺好看的 带这种渐变的感觉 然后这一个尾翼 这呢也算一个尾翼吧 然后这台车的后旋特别的短 它的目的是增加它的车内乘坐空间 但是设计的坏处啊 就是它的后备箱的空间 真的在这个级别非常非常的小 那小也就算了 它底下还塞了一个215的 非全尺寸的备胎 那后备箱的这个地毯就更高了 那好在呢 它第二排座椅是支持46比例放倒的 同时它第二排座椅 还可以整体向前推 那这样的话 如果你需要放一些大件行李的话 委屈一下第二排就可以了 一般来讲啊 汽车工程师都得有点前瞻性 因为一台车的研发周期 长达5到8年 那很显然 三菱的工程师好像不太在乎这个 他们可能更在乎的是人机工程学 因为这套内饰设计啊 真的是一点都不新颖 但是特别的舒服好用 比如说我坐在这啊 前方的视野特别的好 即使我位置调到了最低 外后视镜特别的大 后面的尾窗因为有脸啊 从这个骨感的内后视镜 往后看交通情况的话 就非常的方便 其实这也挺重要的 如果你女朋友或者媳妇刚拿驾照 他们坐在一个新车里面 第一时间看到的不是这些内饰设计 而是外壳视镜大不大 内壳视镜大不大 视野好不好 那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悬浮式的8英寸中共屏幕 虽然说尺寸不大 但是它视线直接平移来看 其实挺方便的 那如果你不愿意伸手的话 其实你还可以从土下来控制这个屏幕 然后这个屏幕是支持摆住 Car Live和在线导航功能的 那其他就朴素无虞了 那前面这个液晶表盘 它确实造型非常的朴素 然后多功能翻向盘 只是左边有按键 右边没有 实在是彼此强迫症 然后这台车关于配置方面 我能看到最高端的 就是这个座椅加热了 除此之外 能看到有电子手刹 有Auto Hold 和自动空调 仅此这些 座椅的椅形比较小 而且天称物挺硬的 其实坐在这儿不算舒服 还有一点我非常喜欢 就是它的安全带指示灯 在这儿非常醒目的位置 不光有副驾 后面三位乘客都有 这一点就很好 因为现在很多长辈 包括我父母 他们坐在后排 就特别不愿解安全带 我怎么说都没用 所以说我特别希望 未来所出的新车型 后排不解安全带 它就亮颈棒 或者亮指示灯 以珠子他们 必须解安全带 车屁股有两个尾窗 脑瓜子顶层有两个天窗 所以说我坐在后排 这个采光性 也是非常的棒了 另外它的后排座椅 是支持前后滑动 和靠背角度调节的 但除了这两点以外 它这个后排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优点了 那第一点 我这个腿部空间 一拳三指 头部空间 其实已经有点扫头发了 然后我上车的时候 因为有这个溜背的线条 我上车的时候 还得稍微低点头 那它这个座椅灵活性 更多的还是为了 拓展它的后臂箱空间 因为这个本身的 乘坐空间就不大 后排这个坐垫吧 也比较硬 然后坐垫也比较短 地台呢 还有一个凸起 然后后排我能看到的配置 只有一个12V的点烟器 然后这里有扶手和两个背架 动力方面 这台车还是挺有亮点的 它搭载了一个 三菱全新研发的 1.5T双喷射发动机 就是缸内直喷 加上燃油机管喷射 然后它还带有 近排气门的可变正式技术 那最大功率有 170马力 风支扭矩有250牛米 配的是一个 8速模拟的CVT变速箱 然后这台车是两驱版本 它的顶配的两款车型 是带有SAWC 超级全轮控制系统的 那个系统可以智能去分配 每一个轮子的扭矩输出 然后我发现一点 它这个前仓挺规整的 而且留的空间很多 这样非常便于修车 然后它的进气口 在这个位置 这里还有一个拱形 那这样的设计 就有利于它即使短暂 涉水到这个区域 你也不用太担心了 整体来看 其实在一哥这台车型上 能看到有很多 工程师的智慧在里面 但是工程师发散思维的 这些点 我觉得并没有完全 跟用户的需求去关联上 比如说它的后排空间 和后备箱空间的实用性 一般般 然后车内外呢 也没有什么 太吸引眼球的配置 那如果你喜欢一哥这台车 我觉得买这台 梦想版车型就可以了 那再多花一万块钱 上那个无意版车型 就是多了一些 主动的安全配置等等的 那四驱版车型确实香 但是价格呢 也上升到185,800了 OK 这是今天的实拍车了 我是你们的小关同学 我们下期见 喜欢记得分享哦